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他屠杀的都是异性诸侯王 流汤小农意识严重 即使当了皇帝也无法摆脱其阶级属性 他认为刘家的天下就应该让刘家人来守护 异性必有一心 中国几千年农民都是这种意识 他们没有国外的胸怀 认为除了家人以为其他都是军心火策的外人 都要严防 对于平民百姓而言 这种意识形态为啥 而刘邦是皇帝 反映在对皇权的渴求场 和对其他家族的排斥 他的手段就是杀戮 不过有一些人刘邦也没啥 比如张良 萧和 大家一定对凡坏这个人印象很深 在鸿门宴上 凡坏对刘邦有救命之恩 凡坏还是他老乡 但凡坏最终还是没能逃过刘邦的魔罩 刘邦在咽气前一定要杀死凡坏 刘邦与凡坏就什么深仇大恨 为何一定要让他死的 司马迁记载得很清楚 凡坏是吕后一党 刘邦在杀掉所有的异性王后 对吕之一党猜忌日渐加重 刘邦宠爱妻夫人 也喜欢他的儿子赵王无异 刘邦觉得妻夫人太重 如果刘邦死了 凡坏恐怕会对他们母子下手 但其实这并非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刘邦担心刘是江山不稳 首先凡坏有一刻书身份 他跟刘邦是联军 这层关系既让刘邦更加忠用的 又让刘邦更加忌惮的 其此 凡坏是军中威望很高的将领 仅次于韩信和周伯 他不仅能带兵会大仗 往往冲锋在最前面 具有优秀的指挥能力 而且他有很好的政治眼光 绝非一介草莽舞夫 临江王宫卫 燕王张托 都是他带兵平定的 其军事能力可见一般 刘邦知道他儿子都不行 制裁不了凡坏 他死后一旦凡坏跟吕后联盟 这多可怕 第三 在立太子上 刘邦想立 无意 而吕后和凡坏是不会答应的 这也是他想除掉凡坏的原因 第四 凡坏的政治眼光 凡坏曾两次提点过刘邦 一次是刘邦公路咸阳 看见满屋金银 豪华的秦宫和众多美女 想要留下跟美女前犬 享受后宫豪华的生活 凡坏说 您是想要天下 还是想要暂时的东西 秦国就是因为这些奢华而灭亡的 希望你赶快做决定 凡坏在这种物欲和美色的诱惑下 还能提出要天下 不要被眼前一切所迷惑 其野心和智慧 绝非一般人可比 刘邦在鸿门宴借口上厕所想离开 他很担心不告辞一下 会不会没理解 凡坏说 人为刀作我为鱼肉 还告辞什么 刘邦在临死前想起这些事 越想越害怕 所以要除掉凡坏 也是在情理之中 并不仅仅因为凡坏是刘邦的连接 是旅后的靠山 一个善与忘记的民族 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请关注公众号 净说历史真正 Olyssa与您一起记录中华民族的繁荣与苦难 铭记每一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